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有请Royne教授 我想要感谢一高公司还有SIO 邀请我过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新的谢谢 我想就是想要讲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 那么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在案例当中看到一些 做一些病灶的时候有时候做得很好 那么我们就在想说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做得更好 作为放射学的医生或者是对于外科医生来讲 我们应该想得更全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遵循一些更加好的这些治疗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些局部的复发呢 因为还是很高的尽管当时治疗完了以后效果很好 你看到呢这边有一些切除的它的这个很小的边际 在这边不是很清楚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这边用的是消融 然后它来治疗这些局部的问题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手术接触 它在这个一条米的边际方面能够做得更好吗 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这个短片好像放不出来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就是这个探针的问题呀 就是微波消融方面呢 因为它是一个数间的技术 那么把这个探针呢 就是我们呢 去对不同的病造去进行穿刺 那么你知道呢 就是你要找到这个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50毫米的一个病造 你要去找到一个精准的点或者是在它的边缘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像 右手边的影像 有很多的这些气体产生 所以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探针是不是放到了正确的位置 不仅是在这个三维当中和侧面 我们其实都看不清楚 也就是说用这个单针呢 在手术间进行治疗呢 其实是我们这方面就是局部复发的一个问题 导致它出现了这个问题的原因 那么昨天呢 那么其他的学科的专家也讲过 就是现在呢 我们有来自于病相放射方面的竞争 有的时候呢我们跟放射专家说 我们看到之前的规划 我们看到整个的肿瘤症长的情况 然后我们用什么样具体的方法找出它病到的这个知名的要点 现在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它会出现连带器官的一个受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上边呢 可以看到再小边就是这个六段的这个地方 但是有很多连带的器官却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这个影响显示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一在讲SBRT 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就是 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去进行追踪还是比较难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是一个SBRT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所以导致了它的治疗的不足 也就是出现连带器官受损的问题 没有办法去把这些相关的内脏的疑味 这是它做的不好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民国在现在有一些他们在外科医生味道这样的问题 但现在我们有一些在很多病例上有些成功的就是把这个重要器官旁边的一些其他组织呢把它与位 但是在用SBRT方面这些方面还是欠缺的 那么现在呢用冷冻消融来讲呢 在我的聪明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看到它是有很好的协助性 就是可以扩展性 那有些住院医生呢 他们觉得用冷冻消融呢 他们很有信心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答案就是我们用多针并行的这种方式会起来更好的效果 那么这种结果呢 我们用多针可以修的 为什么呢 那么很多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表面会有一些充血的情况 然后它的边际呢也不够清楚 那么如果我们用多针的话呢 就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呢我想感谢我们的 Wisconsin大学的同事 Barkley给我的这些影响呢 我们也看到这些影响 就是我们这些技能呢 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在临床的试验 临床的这个诊疗过程当中呢 去积累我们的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肿瘤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单针的不针 还有多针的不针的情况应该怎么做 然后那么多针的这种呢 它能够有一个更加远的更加大的一个小融区 那么我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公司呢 还有就是一高公司呢 他们就有这样的设备能够帮助我们 那么我现在看到呢 并且是科学上面的一些评论 而是说在手术方面 如果要做很多冷漏消融的项目 我们看到啊 它这个圆度非常好 因为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说 就是它和其他的这些做不到的 那么这也是来自我的经验 现在用这个多针运行的方法呢 会得到的圆度更好 在我们的右上角看到这边是一个肝的 这边是一个残余的肝的情况 这边就是复发的情况很糟糕 那么就是在有些特殊的部位 就是很难控制它 然后多针可以解决单针不针的一个尴尬 那个单针就做不到 那么我们的时间也证明 就是在英国现在政府给了很多钱 然后它政府出钱来的这些就是多针的设备 这个系统资助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肿瘤的形状 特别是肾的肿瘤方面呢 它在多针消融它的形状 消融区的形状控制的就非常地好 我们不管是GTV还是PTV来讲呢 我们要看一下肿瘤的形状 然后我们才在把针的刺向肿瘤的中心 通常啊 其实我们要非常地小心 对我们的技术方面要非常地小心 因为很多的这些转移啊 它们可能是软型的 或者是一些其他不规则的形状 那么通常我跟医生说 就是我们要看一下肿瘤的形状 然后很好地去规划 就是放针的位置 那么其他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 比如说多成型 或者是变形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一定要注意 并不是它肿瘤 它并不是一个圆形的 很容易让它针 能够刺到它的中心部位 所以肿瘤的形状 然后就是说 你的能够怎么样去布针 这个单针不是一个 非用不可的一个方法 我们看到左边这边呢 这边是一个单针 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这边完全是不够的 那它编辑不够 所以我们用这个同时 使用三针或者是两针的方式 这样的话 还可以达到一个五毫米的编辑器 那么这个才是比较理想的 我们通常说 我要一个这个好的理想的编辑 但是很多时候 其实是达不到的 除非你用多针才可以做到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也是核心给我的 用的是冷冻消融的 肾的消融的 这边呢 就是MWA 要用的时候 要非常相信 再边我们用的是 三针 那么我们看到M2显示 15个月之后的结果 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有一个4厘米的肿瘤 它控制得非常好 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乙状结肠癌的患者 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一时还大于右癌气疯的面积 那么在之前呢 我们在前面 我们可以在这个肝门下面 那么我们用了一个大概12到13厘米 然后到达这两个月 现在呢 我们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消融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整个消融区 那么有这边的门静迈的情况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的话 也是单针没有办法 达到的效果 那么这边是圆的消融区 那么所以说 就是如果不痛不用两针的方法 这么圆的消融区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么现在因为啊 就是对影像方面 影像配处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有很多的软件的工具 能够提升我们的效果 那我现在想讲一下 我们的一些治疗的规划 那么怎么样去更好的规划 精准的使用 那用什么样的工具 然后使得我们的实施的效果更加好 不仅仅是你的激光 还是有其他的工具 所以还有就是你确认它的治疗的方案 那么我们再去使用这些市场上 有的新的一些软件的 或者是十万倍 然后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一个功能区 然后进行 然后确认是最佳的工具 就是说我觉得确认它能够获得最好的消融区 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 在过去几年呢 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些品牌啊 那么这些公司 那么跟建桥我们也跟 还有一些阳线等等 它们有五个设备 现在呢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这些软件 还有实施的软件呢 我们现在都选了一家公司 就是依据它们的这个工具和软件 来给我们确认什么样的方案 能够取得最好的消融区 我们用的是一个弹性存向的方式 然后我们现在觉得它的效果很好 来确认它能得到什么样的边界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不同的影像的工具 然后看到它什么样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能解决 那现在我们看到影像融合在这方面呢 能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能够去帮助我们去确定好这个不针 还有消融区域 还有最后能够达到的边界 所以我想呢就是说 我们去我们要去关键 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用确认就是边界 确认你的软件 我觉得一高公司应该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 软件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去用这个工具 它非常的非常的关键 特别是多针并用的时候 你在哪个地方布针 这个是软件能够帮助我们去确认的 我也先想提到一点 就是因为高通量的这种CT的技术呢 那么因为它的这个流量非常的大 然后它的影像的对比度也很好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能够这种CT能够帮助我们 把影像看得更清楚 那么我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些心得 就是我们在这个多针AWA方面呢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对照组啊 就是我们做了一些比较的对比 而且我们也有数据的显示 就是证明刚才我说的这些多针利用的方式 那么我的一个注意医师呢 它有一个49处活检 正是HCC的30名患者 然后这是2014年 那么它的这个肿瘤的平均大小是29毫米 然后后来呢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36处HCC 27名患者 它的平均尺寸是27毫米呢 做了这个我们的多针利用的方法 所以我们做了至少一年的一个随法 这两组现在又做了非常详细的这种随法 那么现在呢就是提出的治疗比例 在一个月的时候很关键 因为它会就是大概单针有20%的这个比例 那么多针是14.8% 那么这是在常规计课治疗以后呢 影像融合确认之前出现的这个比例 那么我们现在 所以在常规计课治疗以后呢 一定要进行影像融合的确认 这个我们是一个起初的治疗比例的一个两组进行的一个比较 那么一年无局部复发的生存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96.2 96.2当然是一个多针的 这个是三个患者进行比较的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就单个肿瘤相比的话 它的比例是多针是97.2% 因此我们亲眼见证了就是同样一个手术医师 那么他在一个一年的这个局部复发发生率方面 这个单针和多针他们的对比的效果 那么所以我呢就是从冷冻这个笑容方面 我们有很多的心得 而同时我们现在在微博笑容方面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它是应该怎么样去提升 那么所以在计量学或者说放生学的计量方面 是应该我们要去考虑的问题 能够提升它的预测性 那么解决我们在微博笑容方面 我们从冷冻笑容还有这个SPRT这边也学到了一些 做了一些比较 那么现在呢 那么现在我们有三几个公司 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些多针的 就是微博笑容的一些设备或者软件提供给我们 都可以供我们选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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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